很多人说电脑板上面的斗角芯片很难拆 我来教大家一种可以轻松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这两个芯片 一个贴片型的 一个插件型的 像我们普通的电脑铁 拆这两个特别的费劲 其实想解决这个问题 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只需要把电脑铁 简单的改装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首先要知道 为什么电脑铁拆这个特别难 也就是说 这个电脑铁啊 这个面积太小了 所以我们就需要从这个方面入手 我们首先把这个电脑铁给它拆开 然后把这个头子给它去掉 然后我们找一个空调上面不用的 6毫米铜管 这个长度大概跟这个烙铁头差不多长 在这个距离我们要割刀 把它割断 先割一个痕迹吧 等于说我们拿这个铜管来制作一个烙铁头 单式化 这6毫米的铜管 有点粗 穿不过去 所以说我们要给这边给它打磨一下 好 现在我们就拿这个给它刮一刮 好 这边已经打磨好了 现在我们偷上去试一下 你们看 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把这边给它割断 我们把这个通管给它偷上去 然后再把这个给它装好 现在我们再用锤子把这个前面给它砸扁 这样就行了 像这样我们给电烙铁插电加热 然后我们拆下试试看 这样电烙铁已经热了 你们看 上锡也特别快 现在我们拆一下这个看看就 首先我们给这个芯片加点焊锡 然后我们用一个杂子 杂住这个芯片 一边炸热 一边拔 看到吧 这就可以轻松的拆下来了 我们再来试一下 这个贴角芯片 你们看 拆下来也是非常轻松的 这触点 一点都没会啊 看到吧 其实我这前面 敲的还不是很平整 如果我们再修理一下 会更好用 好了 今天的斗角芯片拆卸 跌烙铁改装小技巧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觉得有用的朋友 记得帮忙转发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树铁改装小技巧